对于蜜蒙离婚的消息,相信很多她的粉丝们是不敢相信的,尤其是一些自媒体人士,更是对她离婚的消息感了惊讶。 在自媒体圈内,蜜蒙可是大佬级别的存在,不少自媒体人士试试她为偶像的,但蜜蒙真的离婚了,如果说她的那句她爱我吗?只是一个影子的话,那她于三月晚间发布的一条声明则就是这条影子带出来的结果了。 不敢相信,还是不敢相信,不敢相信到什么地步呢?那就是当她自己都宣布离婚后,不少网友们还是强烈的反驳了她,而反驳的内容是什么呢?其实比较暖心,那就是不,你没有离婚,你只是恢复了单身。 你还有我们,这个我们曾被蜜蒙,是为是不曾见过的人,但就是这个不曾见过的人,或就成了她离婚后的陪伴,很惋惜,真的是很惋惜,很不理解为什么她和她口中的罗同学要离婚,是罗同学不懂得珍惜吗? 蜜蒙在事业上,可以说是事业有成的,其公众号估计,得有好几百万的粉丝,输入上想必,对于做过自媒体的不用多说了吧,总之蜜蒙在事业上,已经算是一个女强人的存在了,而在言之上,蜜蒙居兮是76年的人,算下来现在也是41岁了,但蜜蒙真的是不老童年啊,虽然她是41岁了, 但完全看不出有这个年龄的颜值迹象,真的是跟20多岁的小姑娘差别不大呢,但蜜蒙是真的要离婚了,而离婚的原因,相信大家也可以从她的声明中看出来,那就是交流越来越少了,感情越来越淡了。 不过如果说,如果是蜜蒙口中的罗同学,要跟她离婚的话,那么我想,她以后或许再也找不到像蜜蒙这样的女性做妻子了。 最后,虽然蜜蒙要离婚了,但请大家相信,这段婚姻肯定不是她的爱情终点站,毕竟,她说过,死也要死在有爱的地方,而这个爱,或就是爱情的爱了。 念则真名,本文图片来源网络,如有版权,请人细作者删除。 念则真名,本文图片来源网络。